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现在就是放生了五千条鱼 然后让师傅说的已经就是小房子也那样的三千张 但是还想请师傅看一下 这几年呢 这几年数什么 数猴呢 可能是六几啊 六八还是六七 对不起师傅 那几几年我忘了怎么办 你叫边上人问问看呀 快快帮我查一下那个六几年 几几年数猴的 六七六八 六四年数猴 六八年数猴 嗯 嗯 他这支业障爆发蛮大的 对 是不是说上次给他看了之后 他就已经能保住命了 有半年 然后他就现在就是度人也发了 他度人特别现在度的特别好 然后已经发了五百本书 你现在叫他不要度人 叫他自己好好念经吧 我告诉你 现在这种身体已经不是度人的问题了 他度不了人了 现在要他要他好好地要念经了 要忏悔 嗯 明白了吗 嗯 他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吗 嗯 他念了多少张了 他已经念了三千张了 哎呦 看见了有一个男的 哎呦 哦 一个男的非常不卖账 嗯 哦 嗯 一个男的 瘦瘦的 嗯 眼睛有点抠进去了 现在就在我眼前看得这么清楚 嗯 嗯 所以自己的业料自己背不让十五倍 嗯 没办法了 总归要背的 给赶快给他念呐 给他念呐 两百 念多少张 两百二十张 放生嘛 还 放生三千条吧 嗯 放生三千条 好 好吧 他还注意其他的吗 嗯 其他叫他嘴巴不要乱讲 大家度人的时候 他有分别心啊 度人的是有分别心啊 嗯 嗯 听懂吗 听懂了 照口验 我妈 我分析 明白了 照口验了他 哎呦 那我提醒才让他听录音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 现在这个情况叫他不要说靠度人来化解了 好好念礼佛吧 念礼佛一天念多少遍 五遍呢 一天念五遍 嗯 表感 好了好了 呃 这个还有一个 有一个问一个王人叫什么名字 罗凤之 罗凤之 一九 呃 一七年 一七年一月八号去世的 一七年去世的罗上面是罗凤之 是 是 啊 凤呢 凤之怎么写的 凤凤 凤凰的凤 之是 哎 那个 草子头 灵之的之 对 罗凤之 那多少张了 呃 三百多张吗 二百多 二三百 三百多张 我没有给他超度了 很厉害 哦 那几张小房子厉害 那几张小房子念的特别好 已经在色节天了 色节天 太好了 那感恩师傅 还需要吗 小房子 嗯 谁圆吧 你们要念吗就念 梦到是像仙女一样飘 梦到她像仙女一样飘来着 看见没有啦 跟师傅讲的一样不啦 特别漂亮 一样一样 啊 讲都不要讲 好吧 太感恩师傅了 太感恩师傅 师傅 那那 弟子一切 弟子恰悔 今天还收到一个 这个澳洲的这个家片电话 弟子也没分辨情 就师傅给看一下 弟子这个还需要念 多少张小房子 好 你念了 没什么 好了好了 给人家听听了 嗯 嗯 那师傅给看一个脑流的行吗 七二年数 数数的 他那个脑流 给人家看了 你早点 行行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师傅 师傅再见 师傅保重 再见 喂 你好 嗨 你好 抓紧一点 请讲吧 我想看 那个1975年的兔 女的 1975年的兔是吧 是的 身上有没有灵性 1975年 1975年的兔 身上有灵性啊 看到了 嗯 有灵性啊 有几个了 师傅 在头上 一个 嗯 哦 有一个 嗯 要 要几张小包子 那麻烦 要很多 要500张 哦 好的 这个灵性啊 那 上串下跳 在 在你的身上啊 嗯 我告诉你 一会儿让你腰痛 一会儿让你头痛 一会儿让你咳嗽 一会儿让你颈椎不舒服 是的 啊 很麻烦的 这个已经 那师傅 我那 成为一个大灵性了 你赶紧啊 否则他会 在你369的时候 会弄你的 好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嗯 我 我一定 一定 一定练 小包子 还有我那个 打胎的两个孩子 还在不在啊 你数什么 几几年 数兔的 女的 啊 还在 哎 你一共 两个都在啊 哎 不是两个 你不止啊 你已经超掉两个了 一共四个 有四个 那他们还要 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有两个留掉 自己留掉 那还要 几大小包子 天年60张 然后 如果还没走的话 再27张 你可以 把这个算在500张里边呢 都可以睡到500张里面的 只是把它分出来 好吗 好的 好的 感恩 感恩 师傅 师傅 我再想问一个 就是1995年的 猪 奶的 95年的猪 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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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奶的 他 他身上 有没有灵性 他跟奶的 看看身上 有没有灵性 95年的猪 啊 颈椎背上有 有 背上有啊 散灵散灵 没关系 哦 那我 我现在已经 给他那了 哦 不行 看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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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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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性啊 有灵性 270张 好 有270张 慢慢念 慢慢念 这个灵性 这个灵性 如果你把它念掉了 散灵都没了 那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啊 就是 能不能再 帮我看一下 我二人 讲吧 快点 2014年 2014年去世的 女的 郑银局 郑银局 郑铭 郑铭 郑铭城的郑 这个呢 啊 银 银子的银局 菊瓜的菊 郑银局 你给他念几张了 我还没念 好像给他念了 七张好像 他活着的时候 穿过一件 曾经穿过一件 红红的 这种大花的 就花比较 花纹比较大的衣服 是一件棉袄是吧 对 大红的棉袄 上面有花纹的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逃都逃不过了 还在地府呢 还在地府啊 嗯 麻烦 眼睛眼睛又不好 在地府眼睛也不好 哦 赶快给他念吧 那他要念 念多少张小房子 念念念念 念49张 先看一看吧 让他 环境先变得好一点吧 好的 好的 谢谢师父 好吧 师父 我家 那个佛台好不好啊 看一下 你家佛台 好不好 你属什么 几几年的 七五年 属兔达 嗯 佛台一般 还可以 嗯 菩萨有没有来过 来过 所以你们 感恩师父 感恩佛台的左面 你们放在房间的左面 这个佛台 对对对的 嗯 好了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再见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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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啊 师父 师父好 你好 你好 弟子比 师父挺安 能听见吗 师父 听见 请讲 啊 师父 请看一个 呃 六六年 数码的 女的 她今年 是不是有集 六六年 数码的是吧 嗯 对 几岁啊 现在 今年52岁 他身体很不好 哦 他现在我告诉你 他现在魂魄不齐 你知道吗 哦 是吗 我告诉你 经常记性不好 嗯 然后呢 自己呢 有时候讲话前言不大后语啊 说吗 哦是 他的思维 他思维性是比较跳跃 啊 跳跃 好听点叫跳跃 精神啊 精神不好啊 跳跃呢 哦 就是神经的分裂 点慢性的 就是不严重而已 哦 你说说看 什么叫跳跃 跟你讲东 讲西 你跟他讲东 他跟你讲西 跳跃式的思维 你说这不是神经有问题啊 哦 听不懂啊 嗯 那他有节吗 有啊 他已经在 应该在今年的年初 已经有过一个小节了 你就问他 有没有摔过啊 或者有没有什么 出过什么事情啊 那有一个师兄 他说他在上乡的时候 感应到这位66年数码的 有劫难 说菩萨告诉他说 这个66年数码的 要1300到1500张小房子 这个可信吗 不要去相信他 感应了 他能感应 叫他先感应感应自己 就像人家算命的一样 你怎么不把自己的命算算了 帮人家算了 那对不对啊 那这个60年数码的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490 490 节的确有 嗯 哦 有一个小节 咱这个节也不算小节 算中节吧 嗯 哦 是这样啊 那是在几月份要注意一下呢 我刚刚看了 六月份开始就要注意了 就现在这个月 哦 哦 好 现在这个月就要特别当心了 嗯 身体啊 那 嗯 那是他不能出门吗 还是怎么 好像有一个灵性在他身上 让他不要 让他老得很快 哦 对 他头发有些花白 啊 已经老得很快了 嗯 现在在弄他 弄他一直不让他喘气 所以他的 他的这个哮喘呢 他有哮喘 肺不好 嗯 哦 你去问他你就知道了 不要嗷嗷嗷的 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 嗯 嗯 好了 嗯 那他需要发生多少条鱼 一千三百条 一千三百条 好的 嗯 小房子只要四百九十张就够了 哦 好 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 比如说一年完成还是多久 时间限制是八十张 哦 八十张以后就是慢慢念 明白了吗 哦 好好好 嗯 好的感恩师傅 嗯 您再看一个 看一个九一年属羊的女的 说是灵性不让他念经 不让读白话佛法 不让吃饭 说他现在瘦的不行了 呃 他这个是什么情况 九一年属什么呢 九一年属羊 女的 好 他欠的 他欠这个灵性 这个灵性要拉他走啊 已经让 已经在他脑子里了 所以他的大脑思维混乱 嘴巴里经常乱讲话 嗯 吵架 动不动就发脾气 说学校也没办法上学 看见了吗 学校欠退了 看见了吗 无法上学 也无法工作 我就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啊 我告诉你 就是不让他 不让他让台长这个法门救他 那个灵性要拉他走 所以我告诉你 像这种情况要坚持 不要听灵性的话 嗯 听灵性的话就得逞了嘛 嗯嗯 明白了吗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先念49张给他吧 嗯 49张 嗯 然后呢 再一波一波多少张 看吧 然后 大概念三个二十一波就结束了 嗯 你肯定走了 如果49张不走的话 再念一波 看看走不走 好吧 嗯 嗯 那需要放生多少条鱼呢 放生鱼倒不多 230条 嗯 230条 嗯 好 感谢师傅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莲花 师傅能看一下吗 弟子正号 732 732 你在啊 很好啊 看那个是前段时间 突然中风了 不能言语 现在是 呃 现在是那个什么 能默念 默念小房子 点小房子 732是吧 嗯 732 男的女的 女的 是去年属租的 啊 他阳寿 他阳寿不长 哎 他年轻的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 帮人家折过寿的 哦 他自己帮人家折寿 你知道吗 哦 他 他说他学活近30年了 对啊 他曾经帮一个谁 折过寿五年 好了 阳寿到了 现在 麻烦了 啊 那他现在还 他现在还能念小房子 那现在目前 他能念 也需要多少 帮他放生 放生假鱼啊 放生假鱼啊 放两波 49张 49只一波 49只一波呀 好好好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放生炎寿啊 这还不懂啊 嗯 好 好好好 多少张小房子呢 小房子倒无所谓 小房子二百 慢慢念吧 二百十张就可以了 啊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男师傅 现在这个 男师傅 现在就是说 他自己 现在这个折寿 寿要到了 所以下面有人上来了 所以就是 弄他的命药系统 所以他小大小便会试镜 明白了吗 哦 他现在已经转 康复中心训练着了 还是不行的 嗯 哦 嗯嗯 好 知道了 你感恩师傅 他们的夜让他们自己背 我讲给 我讲个事情给你听听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哦 我给他看 我说 这个灵性还没放过他 结果他说 医生说已经好了 可以出院了 结果回家三天 走掉了 哦 我举这个例子 你还不懂啊 明白明白了 医生看好了 怎么灵性没放过你啊 哎 对 怎么怎么 这么笨呢 没办法 好了好了 嗯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再见 好吧 再见再见 再见 好了 最后一个吧 哎 喂 你好 快点快点 嗯 喂 师傅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好 感恩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弟子 向您请安 啊 师傅 我想问啊 同修的儿子 一零年 熟虎的 男的 一几年呢 一零年 熟虎的 对 一零年 想问他 比较适合读什么课 你要叫他自己爆出来什么课 我在帮他选的嘛 哦 他讲一次想知道 我讲以后他想找怎样的工作 找怎样的工作 你要问他自己有什么志向 几个 我帮他选一个呀 哦 怎么可以让师傅这么烦烦的帮他看呢 他要看多花多少精力 花多少时间呢 你知道这个人间有多少科目啊 我又不能不能帮人家随随便便做的 知道师傅 这样可以问他 他的功课吗 他还学功课 他都给他念点心经啊 他念现在目前是念二十一遍 要改吗 不行 心经要 给他多开悟哦 二十九遍吧 二十九遍 二十九遍心经 然后 他是念九遍 大背咒二十七遍 往生咒二十七遍 消灾 还有一遍 以佛 嗯可以 可以啊 师傅我可以问我自己吗 讲啊 快点啊 OK 82年属狗 我想问我工作 师爷是 师傅说 不顺利 我到七 对对对对 我 瞧几个月 没有工作了 找不到工 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你自己过去的报应啊 你在家里的时候 开始停工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你还要我讲啊 网上乱看东西啊 不知道啊 嗯 你这业不算的啊 你要我在 户法城这里 调档案给你看啊 没出息了 听不懂啊 对不起 这个全部都会阻碍你找工作的 不懂啊 嗯嗯嗯嗯 好了 明白师傅 嗯 师傅我应该怎么做呢 忏悔啊 我这个 啊 忏悔 忏悔 我要怎样跟 观音菩萨说呢 师傅 你自己的事情 自己说呀 观音菩萨 我做如果有做了 不努力不努力吧 事情 我现在开始改 我彻底改 我念礼佛 明白师傅 明白吗 希望观音菩萨 能够 让我快点消掉业障 找到一份好工作 明白师傅 师傅我这个拜师 有一个应征 会成功吗 会是这份工吗 不知道 不一定行的 不一定行的 哦 知道了 你没有忏悔 你肯定不行 你一定要忏悔 之后这个工作才会行 听不懂啊 明白师傅 好了好了 没时间了 哦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 谢谢观音菩萨 来 好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的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音菩萨 感谢观音菩萨 感谢观音菩萨